准备6个鸡蛋,把蛋清和蛋黄分离 再准备75克玉米油,加入75克清水 用打蛋器把它抽打成融化状态 再加入135克低筋面粉 把它混合均匀 把蛋黄倒进去 再次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至没有干粉状态,先留在一旁备用 分三次把白糖倒进蛋白里面打发 打发至出现清晰的纹路,能提起煎沟就可以了 舀一勺奶油放进面糊里面翻拌均匀 再把面糊全部倒进奶油里面 再把它翻拌均匀 再适量撒点葡萄干进去 一起翻拌均匀 在电饭锅底和四周收下一层玉米油 再把奶油面糊倒进电饭锅 沾动几下,把里面的大泡泡震出来 在上面撒点葡萄干 放进电饭锅,直接按蛋糕锅 颜色特别的漂亮,一点也不粘锅 让下去也不塌陷 一款不用烤箱,用电饭锅就能做的蛋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非常的绵软 感谢观看